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市的新车价格都是特别的卷 对不对 所以导致很多人就觉得我买一台新车 万一后期我亏大了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保守一些买一款二手车 二手车最近就有朋友在后台问我 想买个预算不到五万元大品牌的SUV 最好年限还要近一点 该怎么选呢 这不我们车行刚收了一台车 大家来看一下这款车怎么样 来大家看一下这是个19年的车 离现在呢 其实准确来说也就四年 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是不是很新呢 而且这个车呀 它的这个大灯啊 这款车它这个大灯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比较喜欢的 非常好看 这个时候的哈佛啊 它的这个外观设计啊 还是有一套的 侧面呢 看上去很饱满 这个尾部呢 大家看上去 是不是也是比较的好看呢 对不对 层次感不错啊 而且呢 它确确实实能让你感受到这一款城市SUV 就怎么说呢 很符合国人的这种审美啊 那我看了一圈的车啊 全车是无华商 那具体这款车的车况怎么样呢 咱们让我们的验车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现在呢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的我们这款19年的哈佛一串 这款车呢 原本有喷漆 有三件喷漆左右 然后呢 这是一款一手车 然后全车没有任何的拆卸 然后没有任何的板筋喷板筋手势啊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车呢 一手车实表只有四万公里 保实表 独立变速箱 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检测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车有三件喷漆 但是这个车 在整个的行驶功效中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色差 这就是这个车漆 在整个的喷制的过程中 属于塞子垫的工艺 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内饰 全车 原车主坐着非常的精细 然后从全整车的地板 到方向潭的包裹 以及整个仪表台的 这种的整洁程度 完全符合一个新车标准 19年的车 只能跑了实表4万公里 意味着每年大概只有一万公里 不到的行驶路程 戴钥匙了吗 戴钥匙了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实表 4万3千公里 4万3千公里 我问一下 就是这个车 它是个低配吧 高配是不是应该 弄这种皮质的座椅 对 这款车呢 是H2的一个标配的标配 然后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针织座椅 在它的使用过程中 没有发生任何的脏污 以及损坏 这也就是可以表明的是 我们整个这个车的来说的话 使用频次是蛮低的 基本上符合4万公里的一个 供况标准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后排啊 这个后排的座椅呢 也确实很工整 完全跟新的一样 主要大家看一下这个安全带啊 这个安全带呢 也是没有污渍的 所以这原车主啊 看起来开的是非常的爱惜 包括内饰 你看这些门板上 也是很 也是非常干净的 跟新车一样哈 哎我问一下哈 这个车确实在启动起来 它确实能感受到这个发动机 一点问题没有哈 对 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就是已经打着火的状态 整个在车舱内部的震动 包括已经是杂音来说了 基本听不到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属于一个新车 非常的静意的状态 对 所以我跟大家说 就是买二手车 怎么着也得去试 你就是说 首先先听一下发动机怎么着 对吧 发动机没有杂音 然后咱再跑出来试一下底盘 是的是的是的 走吧 好嘞 那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底盘 这个车低配竟然还有倒车影像 大爷怎么着 长城毕竟还是 做工还是很实在的 我跟大家说过 试车的时候不要只是低速 你要把高速跑起来 再感受一下 速度至少80以上 你才能知道这种 底盘到底整不整 发现一个细节 这是个女士一手车呀 对对对 是吧 你看他 对 你看他这个案件 是吧 旁边还给加了水晶 我估计他这个三面喷漆 是不是就算上保险杠了 没有 在我们的二手车的检测过程中 基本上前后杠 包括轮胎 这属于塑料件和 就橡胶件的话 都不记住这个喷漆面 基本上前杠 我们看到了 应该是在叶子板上 是有一点喷漆 因为他这个 在寡蹭的过程中 叶子板的延伸处 就是到了前杠了 是吧 这个女士开车 这个属于一个正常状态 对 还好吧 就是我们这三面喷漆 都是划痕喷漆 数值都不高 然后板筋喷漆是没有的 有时候说明这个车的 这种的算是刚性的事故 是没出现过 刚刚我们的验车师 也已经跟大家说了 就这款车的实况 就是这么一个实况 那不到五万块钱 买一个年限界的精品小车 有喜欢的可以联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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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